未满十八岁,禁止观看,否则长不长 协会赞助播出,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被马云实现了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虽然不长,但技术很好的game中很大 上周呢,马云妥妥的当上了内地首富 国民干爹的分头瞬间盖过了国民老公王校长 这说明啥,老公再牛逼最后还是干不过干爹啊 不知道王太太们现在还爱他嘛 不过呢,话又说过了,马云之所以能够成功 说到底都是因为你们的懦弱啊 你说是不是,要不是你们当初果断的把手给剁了 我就不相信淘宝能做到今天这么大 好了,说再多了都没有用了 不管是不是首富,那都是我们马家人的事情 你们这些外人该干嘛干嘛去,就不要吓臭热闹了 另一个小马拉就有点悲催了 最近腾讯和奇瑞的QQ商标之中终于是尘埃落定 两家企业产产绵绵,你浓我浓了11年 最后北京法院还是无情地把QQ商标判给了奇瑞汽车 要求腾讯撤销在汽车类商品上注册了QQ商标 诶,等一下,企鹅娘什么时候还注册了QQ汽车啊 我赶紧到商标网上一查 我那个曲,何时是汽车啊,腾讯为QQ注册的产品达到了狡诈天的83个 其中还包括了一些伤心病狂的类别 比如助听器啊,奶瓶啊,避孕套 避孕套,喂,你这么搞乏,我以后跟妹子怎么要QQ啊 啊,妹子,做个朋友吗,能给我个QQ吗 你说万一人家递过来一个套套,我是奸啊还是奸啊 更奇葩的是,我还在腾讯这个商标的注册服务当中 看到了替他人发射卫星这样没朋友的项目 卧槽,我已经不敢再往下看了呀 真怕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呀 唉,估计也是一招被蛇咬十年神井钉 丢了一个汽车品牌 我大企鹅一怒之下把所有能够想到的商品都注册了一遍 这样看来,不做汽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不做就不做卖 反正大部分用户都买不起,对吧 最近呢,美国的游戏圈里面传出了一件陶色绯闻 一个女独立游戏制作人居然一路碎变了自己的老板 测评网站编辑等五个业节的人士 顺利让自己的游戏登录著名的steam游戏平台 还成功得到了游戏测评网站的软文 并且一举打压了喷子们的负面评论 我靠,居然还会有这种事情 像我这种政治善良的人根本就看不下去了 我现在就想问这五个业内人士一句话 长这样的你们他也下得去瞅啊 可我也敢不敢再重一点 嗯,当然了,撇开这个不说啊 妹子的整个行径 仔细一看,好眼熟啊 你看,买入口,投软文,三评论 我靠,整个一个天朝游戏投放标准操作流程啊 在咱们天朝游戏间 立马不是天天都有的事吗 嘿,没想到就这么个POSE 居然引起了渲染大波 虽然这个波不如好莱坞燕造门那个大 但是也震惊了美国游戏间啊 美地人民哪里会习惯被删铁啊 向来都是看到不爽就是要各种喷 结果又被各种删 最后呢,出离了愤怒 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和性别歧视的高度 并引发了玩家开发者媒体之间的关系的大讨论 总是是一团乱 一点都不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 看完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心善 啊,连一个坚强的女性开发者都无法容忍了社会 游戏企业又怎么能够好好捞钱呢 一个连捷径都不让走的社会还会好吗 幸好我们生活在天朝,对吧 漂亮妹子,你要是开发了什么游戏 千万不要有所顾虑 尽管找我,整个个保证带你上头条 嘿嘿 好的,同样是游戏开发者呢 波兰这个哥们就例子的多了 这个21岁的小伙子天生就没有双手 失去了很多健康男人应该有的乐趣 于是呢,就一门新式专业游戏制作 并且目前还计划在众筹网站上面筹集资金 来启动自己的新游戏 果然呢,跟女开发者们比起来啊 男人要想成功,竭竞就少了很多了 况且还是一个无法用双手创造幸福的表思 祝他早日打到人设的高潮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见识一下真正的高潮专家 今年37岁的美国男子戴尔 拥有一项让全世界男人羡慕不已 或者恐惧不已的超能力一日百射 嘿,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么屌 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自从一次被捕射上后 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惊奇的发现 自己莫名其妙的射了五次 从此啊,开启了全新的人生 每天都会随时催逸的不由自主的高潮 据说最多的时候啊 他一天可以不受控制的高潮一百次 我的亲羊啊 一百次啊,还不受控制 上次那个鲁四次就挂掉了博士 你情何以堪啊 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个技能 从此就是全世界最喜悟的男人了 这哥们背出来的表示啊 妈蛋你来试试呀 关键这玩意的一马不受控制呀 你知不知道在路上走着走着就高潮 你压死不得了吗 参加老爸的葬礼 跪在棺材前面射了九次 这一马简直是容易才难啊 逛个超市 在一百五十个人围观下面射得排山倒汗 我靠啊 这种巅峰的经历 说出来你们也是不能够理解的呀 现在是根本不敢出门啊 也根本没办法跟老婆愉快的夫妻生活了 简直痛苦的死去活来了呀 哎呀 听着就很惨了 我听说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这哥们绝必是因为上帝开错了门 然后他妈忘了关了吧 哥们 至少那你已经证明了 精进人亡这种事情根本是不存在的 有了你的现身说法 才能再也不用担心路的太多了 排量栏目订阅 最前游戏专区 游戏一站搜索 美女游戏直播 专业编辑团队 离线观看模式 六大功能特色 游戏新闻 视频攻略 景图全搜罗 尽在一击击三 手机客户端 手残却很能打的女主播 可爱却无比欠揍的男主持 为你带来这一宗有趣的爆表的手游介绍 每逢周二晚上九点 袖手旁观 为您呈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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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的 又到了大家最开心的爆榜时间了 少年啊 亮出你们的菊花吧 咳 其实呢 每次都叫你们许菊花 干脆不叫爆榜 叫爆菊好了 好的 今天呢 第一朵菊花是来自1713 叫做凤凤长二在搜狐 他说了 穷主播呢 我只想问你一个 你多次提到的安哥是谁 度娘呢 只找到一个摄影师 然后呢 就是安梅尔和安雷斯 无尽的纠结中间 卧槽 你连安哥是谁都不知道 你是哪条道上的 混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啊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大家说砍不砍 第二种举话呢 是来自B站了 叫做最后的贝希摩斯说道 穷主播啊 不是说你能够让人怀疑呢 我气气都追 怎么还没有怀上 莫非你鲁多了 不行了 嘿 你想问我生孩子的心 我了解了 但是怀不上的原因呢 有很多种 不然这样 你来武士路找我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为什么怀不上好不好 最后呢 这座菊花是来自A站的 叫做逍遥魂 他说了 从前有个激劳 放出好言说 如果他那筹稿 点击超过了十万 就直播吃胖子 然后呢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穷主播你要当心了呀 区区十万 就把他给吓尿了 就这心理数字还做节目 看看我 要是我的节目 点击里面超过了一百万 嘿 你让我直播什么都行啊 好的 上周呢 看到你们可见的刷1773楼 我很是感动 啥也不说的 原位的鼠标店 还是送给每期的1773楼 什么时候才能活着 看见1773楼呢